來到最後的組裝部分 耐高音列一面 Hi 歡迎來到Slow 我是David 在開始說明變更項目時 先來看看原設計使用者 歐隆原設計使用PEI彈性鋼板配合磁碟片固定在熱蟲上 主要用於列印ABS的俏邊 PEI可以有效將ABS附著在列印面上 不容易翹邊與脫落 這麼好用的PEI鋼板為什麼要換掉 因為這台不是希望只拿來印ABS的 未來會希望可以用來製造PA12等高溫材料的機台 所以在使用上不會只使用一般的PEI鋼板作為列印面 而該採用耐高溫的膨氣聲音玻璃作為列印面 低膨脹率與平整度加上可耐高溫是選擇的重點 PEI方面如果未來真有需求 可以考慮在玻璃上的一面黏上PEI鋼板 不過目前就是純耐溫玻璃 確定安裝玻璃後 剩下的部分就是如何固定 用夾的或許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在列印面上會有夾扣凸起的位置 這部分就會需要設定好機台避免在列印時撞到 如果不使用夾扣 就不需要考量這樣的問題 使用上也比較有彈性 再者當熱床加熱後 鋁板如果些微變形 使用夾扣的方式與上方玻璃的接觸面積也會較少 在尋找解決方案時發現有人使用矽膠導熱墊墊在下方 技巧導熱墊一般用在電腦顯示卡 又或是主機板上其他需要與散熱模組相連的部分 作用為填滿兩零件之間的空隙與達到熱傳導的效果 傳導係數越高當然價格也就越貴 一剛開始選擇使用較薄的0.5mm進行鋪設 預計將尺寸裁切成熱床的大小後撕開一側的塑膠膜進行黏貼 貼上後再將另外一側的塑膠膜撕下後蓋上玻璃即可 但黏貼後準備撕下另外一側的塑膠膜時 發現並沒有想像中的好操作 導熱墊更傾向於附著在光滑的塑膠膜上 撕下塑膠膜的同時導熱墊也會因為彈性而開始移位 無法有效平整的將導熱墊鋪上 拉平的動作更會使矽膠墊變形甚至破損 後來改嘗試使用2mm的矽膠墊 一整片直接貼上熱床 貼上時注意接縫的位置要對齊即可 對齊黏上同時記得盡量將中間空氣擠出 在沒有裁切的情況下 加熱墊的大小比熱床面積本身要大 此時從多出來的部分角落撕下上層的塑膠膜 就算拉動導熱墊本身造成些微變形 反正都是之後會裁切掉的部分 可以較完整保留熱床上的部分 便將上層的塑膠膜移除 移除塑膠膜後先將未來要使用的玻璃 對齊黏至上層 最後再使用刀具沿著邊緣將多餘的導熱墊切除 這樣就完成了組裝 矽膠加熱墊因為大面積吸附在光滑的表面上 所以整片玻璃無法在熱床上移動 這樣就達到同時可以導熱與固定玻璃的方法 本頻道目前著重分享FDM3D電機相關知識推廣與技術交流 有不同看法歡迎在下方留言 別的有幫助的話按讚並將影片分享出去與訂閱本頻道 又或是透過下方Patreon連結實際知識 我們下次見